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这个merge是不能够超过线性的复杂度的 把它记在脑子里 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如何将这个merge的过程控制在线性的复杂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们运用的确实是我们一直沿用的这个DCEO这种典型的结构的话 其他的工作都相当于是比较简单的 轻点一下 刚才我们讲过upper tangent也好 lower tangent也好 其实都可以在线性的时间内找到 我们不必纠葛于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的翻墙 我们从任何的一个cell 当它是提前被交而且退出的时候 我们为了找到它的后继 只需要通过DCEO所记录的那个twin edge 就可以在OE的时间内翻墙而过 抵达它的隔壁的那个cell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用去纠葛 这些都是现成的 DCEO已经为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里最实质的一个工作 其实是求交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两个cell的公共的部分 沿着一条bisector慢行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 首先从哪个cell退出来的 进一步的 我们究竟是从那个cell的哪个位置退出来的 为此我们不得不去做一次 这个intersection 这一步多少会让你觉得有些困难 你可能会担心 它的时间复杂度会过高 你的这种担心 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孤立地来看 我们针对于一个cell 来以一条bisector来对它进行求交的话 你或许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你是满力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不得不对这个cell来做一次完整的便利 不要忘了 这个便利的成本有可能本身就是线性的 而你同一个cell 有可能在完成这次便利之后 它依然不动 而替换的是它对岸的那个朋友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 同一个site所对应的某一个cell 如果它过大的话 有可能会反复地被便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 这个时间复杂度每次是线性的 但是累积起来就非常可怕了 在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反复地这么来扫描它 从而造成 复杂度是一个乘法 而不是加法 那么 这样的一个困局又该如何打破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 我们要避免重新的 反复地对同一个cell来进行扫描 重复地扫描 是低效率的根源 而在这里 我们恰恰又再次通过我们的眼睛 会发现一些性质 利用这种性质 完全是可以将 这样的一个扫描的负担降下来的 从而达到最优 具体来讲 我们消耗在每一个cell上的时间成本 不管他会参与几次求交 累计的时间成本 总是可以控制在 与他的自己的size成正比 这是再好的消息不过了 问题是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是观察到了 什么样一些性质 才能做到这样的 这就是 我们是观察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